李飞翔 三十四岁 中国北方曲艺学院 表演专科毕业 飞你莫属真是好 球职选手都来了 轻轻讲述坎坷路 选手内心止不住 各位老板一律多 敞开心扉尽情说 才艺阵场令人交 最终决定谨慎行 双方合作展光明 在这里我祝节目 海阔长空勇往前冲 愿选手都能获成功 在这里我祝大家 心情舒畅热情高涨 每个人欢喜 皆放浪 谢谢 这次写得真不错啊 飞翔 刚才为什么选择用快板 这样的一段方式 来做自我介绍呢 因为这是我特意给这个节目组 临时编写的一段快板 时间也不是很长 也体现出我曾经学习的 一个专业吧 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在北方取校的第二年 曾经有幸进入过这个 海军的部队 大学生参军入伍 讲一个号召 好 在海军部队的新兵连 又接触过新闻报道方面的学习 下了连之后 在政治部长期待任文职宣传工作 并在2006年的7月的一天 因为一次救火 让自己险些丧命 这是什么情况 当时是我所在的科研楼 突然发生了火灾 当时现场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 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直接就冲了进去 抢救了很多的资料和财产 最后不知道怎么的 可能自己晕倒了 晕倒之后 当自己醒来发现 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退伍之后 因为是学校的最后一年 也是简短地学习了 之后回到家中 写来无事 也是写了两部小说 来打磨一下时间 都分别多少字的小说啊 因为我自个儿写 写完之后也没想着出版 就是手写 手写 那你写了多后大概 写了这样吧 那个 对 现场拿来了 拿来了 那我们看看这书稿 大家看 这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 名叫青春意识 不是很长 但是每集的故事都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有意思 是一部喜剧 而另外一部 商销 是转一年 创作的 这部小说就是讲的一个普通的打打小工 最后通过各种坎坷 各种心酸 这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什么生死离别 一些个惨痛的一些个事情 最后成长为著名商业巨头的一部 赶着历史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商销》 这是我当时就是突发奇想 想按照剧本写的 这用了多久写的这两部小说 这一部小说用了一个月 好快 这一部小说用了将近半年 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传递到大家手中 大家传阅一下 我们还是回到求职者的找工作本身 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今天又来到非你莫属 想要找一份幕后的剧本创作 或者是短视频演员之类的工作 你的异象企业有吗 异象企业 这个自己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就希望就是找一个文化传媒之类的 你的期望薪酬写的是在谈 你有一个数字吗 在谈我认为八天左右 八K 好 期望的工作地点呢 不限 最好是天津 当然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考虑 我看到你婚姻状况 写的是未婚 未婚 你现在自己独立生活 还是跟爸妈一块 跟爸妈一起生活 当然也有自己的新房子 展示是空置着 特意强调有新房子 说明这个还是渴望爱情的降临 有对象吗 没有 参加过几档相亲节目 最后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你很喜欢在这个电视节目中 解决一些个人生活实际问题 包括求职 包括这个婚恋问题 你是为什么特别喜欢 在这个媒体平台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种想法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是自己刻意去 非要上什么在节目上去显示自己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有那种 秀自己的那种勇气和喜好 所以我就想问他就是看你的过往经历 是不是你更喜欢在台前来工作呢 这个对我来说台前幕后都还可以 因为台前幕后我都接触过 那你从学校毕业之后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是进入了天津港 一待就是七年 在这过程当中也进入了天津港的艺术团 你的离职原因上面写的是 工作不适合自己的专业 对 虽然我有时也会在艺术团去表演 去表现自己 当然更多的时间还是在不自己的本职 普通岗位上 就是岗位操作工上去发挥自己 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这种期望和这个想法 跟爸妈经常有矛盾 但是后期的话 因为我妈妈看到我在一些很多的场合 比如说敬老院 比如说阳光家园之类的地方 去参加慰慰演出 我妈妈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和正能量 觉得我是事实应该放手了 现在已经完全和解了 我妈妈完全尊重我的决定 而且还特意录了一段录音 那么李妈妈在音频当中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飞翔 以前我不支持你 从事演艺这行 也认为你非常坚信 无法扬家糊口 通过几次的参加工艺活动 我看到了你很有安心和正能量 对自己所周爱的事业持之以恒 我看到了你很有秀 所以我现在完全只是你的选择 也希望台上的各位老板给予他一个机会 飞翔加油 你看 妈妈知道你来参加比赛还是蛮支持的 尤其是他参加的很多公益活动 也给飞翔妈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想也跟电视机前很多年轻人说一句 父母并非是不支持我们的理想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他为我们考虑的会更多 为我们考虑的会更长远 当你的理想 你追逐的那片天空 和父母给你描绘的天空有冲突的时候 我不建议双方发生碰撞 应该坐下来好好地聊一聊 好吧 来 第一环节最后 企业家们请做出你的选择 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还有三盏灯为你留下